大娘 这是您家吗 你是干嘛的 大娘 我能跟您借点粮食吗 我借点粮食干嘛的 我在附近钓鱼 我想跟您借点粮食啊 钓鱼用 你看能借给我点 那你要借什么粮食啊 五股杂粮什么都行 米啊 面啊 都行 你有什么粮食 我就借什么粮食 啊 我就为只有这个粮食了 你可以啊 大娘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牛米 这是碎玉米 是不是 牛米给了 可以可以可以 大娘 这个能借给我点吗 可以 哇 都给我的大娘 那您这个鸡和鸭怎么办呢 我借的鱼 那这样大娘 那我用这个去钓鱼 等我钓到鱼了 我还给您一条鱼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好 行 那大娘 那我就去钓鱼哈 等我今天钓到大的了 我就给您送回来 啊 好的 好的 好 那谢谢大娘哈 我就在附近钓 好 那我去钓了 要想鱼上岸 得拿粮食换 咱先给鱼做个饭 找大娘借了 有一斤的小玉米茶子 加点水 先煮上一煮 差不多 煮粘糊的 点火 大点火 啊 快得很 今天我们的目标鱼是 青鱼 草鱼 连鱼 我拿这个玉米茶子呀 先给鱼做个窝料 看看咱今天自制的窝料 能不能钓起超级大的鱼 开锅加入臭豆腐 红糖高丽桃 白醋 枸杞来一包 搅拌均匀 哇塞 这个味道 上头 果汁玉米 搞里头 搅拌均匀 这是来自东北的厨子 给鱼做的饭 厚咸 焦黏 来老刘 过来尝一口 尝一口 咋来了 又酸又臭 那就对了 关火 来 帮忙 满满一大锅 哇塞 哦啦 开始钓鱼 今天下着小雨 我选择一个水深大坝的位置 先给它加一包莲油耳料 收冷成团 哦啦 开始打锅 咋你 这边有五米多深 我们打深一点 今天天气凉 我有可能钓里底 哦 糟你 哦啦 看过我今天用这么多窝料 到底能钓多少鱼 今天我用一根富原百川的F1 7米2的 5号的主线 3号的紫线 咱呢 就奔的十几二十斤的大花莲使劲 虽然天气凉 不过据我所知啊 天气突然降温 这个鱼开口非常好 抛出希望的地盖 走你 来了 哇 一个黑飘 哇塞 这个口 凑不及防 我们呢 从底慢慢往上找 今天天气比较凉 所以这个鱼层啊 它在下边 说明我们分析还是对的 而且窝料 这才一个小时也发窝了 老廖 我做的那个窝料是不是味道挺好的 你不爱吃这鱼可是挺爱吃啊 挺臭的 还不知道是什么鱼 准备好超网和鱼户啊 但是我感觉到的这条鱼不小 我看能不能顶起来 什么鱼 大胖头 是我们的目标鱼啊 漂亮 第一条 这大娘是挺有口福啊 因为 这也是我第一次自制的窝料 你看 在口上 第一条这是前菜 你看 一锅正好 头尾一锅炖啊 这才刚刚开始 来老廖 下壶 漂亮 进去吧 第一条 看来鱼进窝了 来了 哇 我就说嘛 窝里应该进了一条鱼 现在我人的体感温度都是冷的 就打哆嗦 我发现这个鱼的口味也越来越轻了 没那么简单了现在的鱼情 窝里一直有鱼 泡泡很多 但是啊 这个鱼不爱开口了 这个大鱼 这个大吗 我感觉到这个鱼有点大 闻着点 闻着点 哇 这个比刚才就大多了 我就说刚才那个是前菜吧 我估计这条鱼啊 大娘家锅都装不下 起来我看能不能顶弄它 哇 不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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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球了是不是 找准时机啊 我现在的行的都是颤抖 因为今天的鱼情有点艰难 我真的想一条是一条的 文文当当的 看子线又有点细 来老六 我觉得快差不多了 多顶着你找准时机就瞅着 哇塞这个大 哇 真大 来 你为什么不敢潮啊 脑袋都在 哎呀 他说他怕逃跑了 瞅死我了 来 再拿一波 漂亮 我这个新的 石头算是落地了 我还想呢 这要给大娘个那么小的鱼 多多少少是有点丢人哈 但这条大 哇塞 这条够大了吧 我看看多少斤 16斤16斤 这个大胖头 大娘家的锅绝对装不下 你看大娘给了我裏 二斤剥密的米茶 我还大娘一条这么大的鱼 可以的吧 还厉害那蟹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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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呦呦呦呦有icating 我都得了 哎呀 它的力还没泄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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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啊 溜这条鱼我估计得6个十分半分的 你看咱 瘦瘦瘦就上等了 就是趁它不注意 直接给它顶下来 大鱼进过了 咱得抓紧 看能不能再整一条 来了 这不好起来了吗 这条应该不大 天气变冷了 鱼的力道也没有那么大 往常我们钓这个大胖头啊 余先生搜搜的 你看 现在一顶它 乖乖的 老天化的 可能也是我杆子用的比较硬 小六 这条没有上条大 咱直接飞它 啊 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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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们的窝子是有效果的啊 发窝了 其实从我打进去之后 这个泡泡就一直在 只是这个鱼啊 没到时间它不怎么开口 来 老六 抄它 漂亮 12点钟正口 用了这么小的钩子 这么细的线 好 力气还没卸 进去 进去吧 继续 继续 还能连上盖 哎哟 来了 哇塞 我想了 我钓一杆底 你看 哇塞 这个底也是鲮鱼嘛 啊 这应该不是个正口 这可能不是个正口 你看我的飘 路到五米的位置吧 稳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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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跳到 太不容易了 我想避避小的 因为小的都在上边 没想到到底它也有 而且还这么大 吻一下 吻一下 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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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别着急 老六 它还有力气呢 我等它反应过来 啊 够下巴壳上的 来 来 来 好漂亮 哇塞 这条也不小 我看看 怎么个事 你看 够下巴壳上的 说明这个鱼在离底的状态 哇 力气还没吸啊 这条还可以吧 够大 来 下狐狸 第四条 成功路户 现在天气还没黑 我们看看能不能再碰到 我在吊吊底 没准有更大的 来了 漂亮 这个底还是有口的 哇塞 这个物种好啊 这个之前 看这什么东西啊 老六 快看 老六 哇 这么大 来了个意外惊喜 你看 这个金黄金黄的 这东西可不是一般人能钓得到的 而且这个东西太少了 老六 把它放护里 这个一定要给大娘送过去 这个有营养啊 这样么大 菜市场都找不到 有很多人也不理解 为什么钓连庸还要打锅 你看 钓底就有意外惊喜吧 每一次我钓完连庸啊 我都会手两杆底 这样的话可能会碰到其他的一种 对不对 老六 今天也差不多了 赶晚饭之前咱给大娘送鱼去 把那大的挑出来 走 到晚饭了 大娘又在喂鸡呢 大娘 我来给你 给你送鱼来了 今天钓的就是今天中最大的一条了 把这个送给你 你借给我粮食 我送给你鱼嘛 大娘 你这样抓着就好 这样方便的 好 等有机会我再管您要粮食钓鱼去 好 谢谢大娘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